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笑话好 好 眼皮重不重吗 我没有 我有点响 我觉得我眼皮好重 加油 剛剛前面都講得非常棒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全條看美副的集團 我們的創辦人 我們的那個徐飛滿 他把這個主題給我的時候 我覺得是他把我退到這個坑裡面了 還是我自己跳到這個坑裡面 這個主題好不好講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剛剛前面都是人物的嘛對不對 對 有什麼好講的已經沒有好講了 剛剛前面那些大領導都講得那麼棒了 而且題目我們的林文峰總裁也都講了 所以我簡單快速的把它結束好不好 我們聽了一整個下午了 簡單講有了解六批是什麼東西嗎 好像就一個人回答而已 我進公司聽了兩年的六批 我還搞不懂什麼叫六批 真的我不知道你們做了一整天你們有搞懂嗎 那我用我兩年的時間讓你們一秒鐘搞懂好不好 六批有沒有看到人物叫什麼 people 我會電腦是英文喔 people 所以我們從第一個開始 從公司到現在這個people 所有的開頭都是一個P字對不對 對 所以市場是不是P開頭 市場他在英文字母裡面 他並不是P開頭 可是他在講的是整個的環境 所以他用那個英文單字怎麼講 等一下再告訴你們 我臨時上台緊張忘記了 而且我為了這個主題 我三天沒有睡覺了 各位相信嗎 我們的徐飛馬搞我搞的三天沒有睡覺了 好那我快速的齁 好people我會念英文的齁 那人物怎麼講很廣義對不對 人物是不是很廣義的一個字眼 什麼是人物 就好像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我心中是想當當的人物 對不對 可是對一般人來講 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說老百姓很奇怪 那對一般人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是路人嘉義秉丁嘛 是不是 可是他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男人 是用男人 那我們來講人物 他是被認定是成功的 對不對 那成功為什麼會是成功 在某個領域上面 他是成功的 成功的人士 他是有貢獻 甚至是對社會是有幫助的 各位認同嗎 認同 所以我們認定他為是成功的人物嘛 同不同意 同意 好 好 那在這個專業裡面呢 成功的人士裡面 還被認為是一個專業的領域 對不對 那我們用專業的領域來講的話 像運動員 Michael Jordan 籃球運動員 23號 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他的專業領域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的專業 所以我們認定為他是一個人物嘛 是不是 那再來音樂家 狼狼 狼狼 他真的姓狼 不是不是色狼的狼喔 真的是狼 他是省羊人 4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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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過我們柏林愛樂音響獎 所有的音響獎站裡面 沒有一位中國人 他是第一位40歲得到的 狼狼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優秀 是我們中國人 那再來股神 有在玩股票的 我相信有在玩股票的 都認識這一個人 這個都是怎麼樣 都是因為他們的專業領域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強 所以我們把他們認定為是人物嘛 OK 好 那再來呢 再來我們認定為他是一個人物的話 也就是他的成就 他的成就我們認同 那我剛剛惠君有講到 他是有貢獻 甚至他是在協助人家 所以我們認定為他是人物嘛 對不對 是 好 那所以說 在這邊呢 有這樣子的一個人物裡面 那我們立惠公司 造就了 剛剛我們都已經看到 造就了 無數無數千千萬萬的 所有的大人物 也就是成功家 那惠君呢 在這裡面 惠君 惠君 我們從第一 剛剛從剛剛開始到 我們常一直都在提 菲馬 菲馬 所以從我們的基礎到菲馬 總共是九個位階 那惠君 我們第一個位階是 一星二星三星 精英領袖 精英三星到孔雀到現在惠君 這邊是鳳凰 所以我已經跳了六個位階 所以還必須要有三個位階 才會達到菲馬這個階段 那我到這個鳳凰這個階段 我總共四年 那我把我這四年 學習下來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裡面 如何用心的來經營我們的 不管是在立會 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人生領域裡面 你怎麼樣做一個響叮噹的能物 或者是說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是被人家當作是英雄的 對不對 我們想不想在我們的家裡裡面 把你當成是一個英雄 把家裡頭人當成你是最棒的 想不想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怎麼樣給自己一個肯定 可是 剛剛我最大的主題 也就是說 我總共在這裡面 我有三個大圖軸在講 那所以說 我們第一代在講 就是不知不覺 為何會是不知不覺呢 我們的大環境裡面 可以說消極的比較多 消極的 為什麼會是消極的 在我們從小 我們就不知不覺的被培育到說 你長大你就是要成家立業 對不對 那成家立業的定義是什麼 也就是結分買房子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 也就這樣子被給認定下來 那我相信這些也都是 每個人在座都認同的 那為什麼會覺得 會是說他是消極的呢 為什麼為什麼不是認同 今天去想 一個年輕人他成家立業了之後 他的主動收入就一樣 他成家立業以後 他賺錢 供房子 賺錢 供汽車 請問 賺錢 供汽車 供房子 賺錢 供汽車 供房子 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他還有夢想嗎 他還有理想嗎 他能做什麼樣大事業嗎 他敢去做大投資嗎 人生也就是這樣 那我們周遭不知不覺的 就告訴人 人生走不走啦 你做那麼做要做什麼 你賺那麼做要做什麼 你就好方法平平安 安過這四人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我這句話是要講給我們的那個誰 搞起要聽 他沒有 他竟然不在 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希望我們的孩子 是平平安安 安安靜靜的 可是這樣子是對的嗎 我們的人生也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大環境 不知不覺就已經是把框架在這裡面了 這樣的人生有意義嗎 那再來我們的人生裡面 有很多很多錯誤的訊息 我們剛剛我們的徐菲馬 他也講到 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在打仗 我們今天我們滑手機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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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滑抖音 現在是不是有很多抖音在那個 我們常常滑抖音的時候 欸你就會被誤導 欸是烏克蘭是對的 那我們今天在聽到美國西方的時候 欸我們今天傳一些FP的時候 我們在傳在聽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欸不知不覺中 我們的訊息就會覺得說 美國西方烏克蘭是對的 那我在這邊我不是談政治 跟我們也沒有關係 跟我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我們在這大環境裡面 我們經常的去做一些不知道的東西的時候 不知不覺就會被這大環境的影響 就不知不覺了 是不是 那再來 那再來 沒關係 我們人生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缺點 包括我自己 我也覺得 我有很多的缺點 各位 你承認你自己是十全十美 還是我們自己有缺點嗎 我的缺點也就是 我很懶 對不對 美國說的 你自己沒有關係 你自己是一個懶人嗎 或者說在你的人生過程當中 欸 有什麼樣的一個是讓你自己去犯神的 或者是有污點的 那 就如同 欸 我 我不敢 不敢講許可以嗎 他現在在睡覺 欸 不是 這不是缺點喔 他閉目養神讓我們等一下 可以接受更多更多的信心 reached 不好意思 大家都知道 一個銀行家 飯YY媛家很想也很大欸 對不對 我開產品的時候呢 那個企業跟我pack 阿關笨 這一步的方塊嗎 這麼好的職業 為什麼會負債六千六百萬 一時的淋濕嗎 我這樣子講可以嗎 你不要 所以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路程 我們不能說它是很順遂的 是不是 所以說在這裡面 我們怎麼樣把自己 給走到正確的道路上 我們一直在談正確的道路上 再來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中 我們進到我們立會組織來裡面的時候 更有很多很多 剛剛所講的不管是消極的 或是錯誤的訊息 或者是說這些缺點 或是這個人有這個缺點的時候 當你在建立組織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點 那這個問題點的話 各位真的要把自己的敏感度給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不覺的 沒有把這個敏感度做出來的時候 當你是一個組織團隊裡面 最大最大的那個領導的時候 就以我去會見會見團隊來講 我是一個最大的領導的時候 你的主下來跟你投訴說 他的上線非常非常的吝嗇 那你就跟他 嗯 對啊 他很吝嗇 哇 那你就慘了 你就讓他跟他結上了不解的解啊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當你認同他的時候 他就有跟他的 哇 他是一個非常吝嗇 他的結就結就打不開了 那你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在組織團隊裡面 你怎麼樣把這些問題點給解開來 組織的問題點不在意就是 人的問題 錢的問題 市場的問題 人力的問題 通通是問題 如果你的組織裡面 一直在討論問題的話 那你的擬居力會出來嗎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怎麼再帶給組織裡面 你的敏感度要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怎麼樣做到一個後知後覺 你為何要去做這個後知後覺 因為就是 我們各位今天在這裡面做的一個學習 那我們在學習 我們學習什麼 成功的領導人 我們前排的這些 都是一個成功的領導人 他們勇於付出 勇於貢獻 每一位領導人 我相信他們都不嘗試的 就像我們的顏孔雀 在他 我一進到我們立會公司來的時候 他一直的鼓勵我 一直的跟我說 阿冠阿 你聽聽 你聽聽 你有嘗試 你聽聽手 你聽聽手 你要給我媽做 都是國立 而且他不嘗試的 教我很多people 那在這裡我們也接各位掌聲給我們的 原非馬一格勒烈的掌聲 他的是我最欣賞的偶像之一 對 那各位 當你在學習成功的領導者的時候 真的 當成功領導者在講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做 我們怎麼去學習 當他在講話的時候呢 你是不是要偷偷的去聽 偷偷的去聽 我當初就是這樣子啊 偷偷的去聽 聽的時候就怎麼樣 手機就拿出來了 偷偷 不要 偷偷 偷偷是不好的行為 因為我相信在這個每位大領導 都很願意不嘗試的 把他身上所學會的都交給我們 對不對 是 可是錄了之後怎麼樣 我們要聽 很多人錄回去不聽的 你一定要聽 我是什麼 我是睡覺也聽 我除了洗澡不聽以外 我開車也聽 你要去聽 重複的去聽 這樣子你在這裡面 你才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成就 那再來 我們要進入系統 今天進入系統 你只要把你的思維提升了 我相信在這裡面 你一個人的力量 不敵大眾的力量 各位 剛剛可以去看到 我們所有的會議 還有我們的表演大會 各位去想想 五萬個人 要影響的五萬個人 容易不容易嗎 不容易嗎 你只要說 你要結婚辦桌 叫你辦三十桌 三百人有知道嗎 有沒有辦法 我是不知道啦 我女兒還沒有結婚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人闖三八 不過我相信我只要告訴說 許非嘛 我要擺三八再多 他能不能協助我 可以的 所以進入系統是我們唯一的在這裡面 立會成功成功的一個捷徑 那第三也就是堅持 在立會裡面一定要堅持 你看到這五萬個人的當下 他們是不是都堅持的走下來了 對不對 這一次的我們的原飛馬 他是不是也堅持的走下來了 他也一直跟他說 我弟他對他第一個印象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唱 拿著麥克風在舞台上 沒有音樂了他就唱堅持給我聽 那我們的李吉瑩、李飛馬 他也是常常在講堅持 你說他沒有進入系統 他就去跟我們分享 說這個鞋皮吃得好 我剛才好 我媽媽習慣節 都沒穿了 都沒穿了 他先沒救了 我帶在病院 他先給我帶回去 帶回去 我剛剛去什麼戰 我弟弟 你弟弟是什麼廟 林馬 醫生都已經看著 我們一定要帶回去了 您病煩了 他就是堅持 他去跟人家分享分享 分享的20個 結果20個都要怎樣 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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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夠不夠堅持 夠 我們給李吉瑩 一個樂隊的掌聲好不好 是 在練會裡面 你一定要堅持 堅持你當初的一個初心而已 那再來 我們要環境 借力實力 這樣的環境 棒不棒 棒 我們的江貝真孔雀 他為了這個環境 你知道他來這邊走了幾趟了嗎 六趟 就為了讓各位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面學習 這樣的環境棒不棒 有這樣的領導人你棒不棒 我們再跟我們的江貝真孔雀一個樂隊講 你知道嗎 那再來 有就是目標 我們坦坦在談目標 從小我們就教我們的孩子目標 對不對 對 唸幼稚園的時候 你希望他走什麼目標 我女兒 我小時候 我就讓他唸博客來 我希望他在國小國中 就把他的英文培訓好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年代 只要你會英文的話 你不會給我學習 所以我希望我的女兒 我的目標就是把他背後 所以我們在設立目標的時候 從幼稚園國小到高中 我們慢慢慢慢進而接的設立目標 所以當你進到立會裡面來的時候 你自己要怎麼樣給自己設立目標 而不是說我一進場 我就是要拼飛嘛 你拔了就比較緊實 當然大企業家會有這樣子一個大目標 可是在你沒有學習到 你自己是專業人士的時候 當你沒有有一個專業領域的 一個基礎工的時候 你的目標 我們要把它做穩做掌 我們才有辦法去走 我們想要的最高的一個位階在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說 我女兒幼稚園的時候 我說你台大 有年我就叫你台大 台大 台大 有可能嗎 不可能的事情 那當然在這裡面不是說 我們一進來就說 進來就是要幫忙 飛嘛是我們的最大目標 因為為什麼 他會造就我們是一個人物 他會造就我們的成功 甚至去幫助更多的人 我們會成為別人心目中的英雄 對不對 對 那再來 OK 第四 快結束了 欲知欲解 什麼叫做欲知欲解 給予人家知識 你不嘗試 我們剛剛這六位主講者 我也是主講 有沒有強失 沒有 甚至不斷的學習 像我們 我剛剛坐在我們的何小姐 一十年旁邊 他都在學什麼 學習今天的主講 為什麼 他就是想給予知識嘛 給予知識嘛 對不對 不嘗試的給予知識 那再來 也就是給予他人什麼覺悟 你覺得有什麼 在議會裡面 我們領導人 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夥伴 他談這個test是成功 所以 我是領導 我幫他講我就來 好好來跟你講 可是各位 你能想想 你一個人你只有24個小時 當你的組織大的時候 你沒有去教導你的夥伴 你沒有把你的夥伴帶好 甚至你怕說 你跟他講得太重的話 他不跟你的 請問他會嗎 他永遠必須要靠你的時候 你能做多少 可是當你一放手 讓他自己獨立的時候 他死定了 那請問 你的組織怎麼大起來 你怎麼去做一個倍增 所以你要覺悟的時候 你帶他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讓他知道說 他在這裡 他就是要學習 他就是要獨立 所有的基礎工 他都要學會 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背景 所有的 他都必須要可以去自己去做到 讓他自己就是說 我要快一點去獨立 讓他快一點去獨立 這個就是你給他最大最大的一個協助 那在這裡面 我們最大的 也就是一個推崇 推崇 推崇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好像我剛剛在講 專業領域的成功人 狼狼 或許你們不知道狼狼是誰 可是你只要把狼狼兩個字打上去 量心的量 越量的越狼狼 他真的是信這個信字 兩個字 你只會看 史上最年輕的越狼狼 我有沒有推崇狼狼 我推崇了他的時候 你們懂得去欣賞這個人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在做立會的時候 是的 是的 我們也必須懂得去推崇你的領導人 你們去推崇你的領導人的時候 當你把你的夥伴帶到領導人前面的時候 有沒有 阿不然他是誰 他有比我更高嗎 是不是 我在台南整個四個平山天 在日本裡 我一手自己創業出來的 我也覺得我很高啊 可是今天我們在一個新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就是必須要自己重新開始歸你的一個去學習 認同嗎 所以我們必須好好的去推崇 你想要引誡給你的夥伴們 把他推崇到他真的去認同這一路號的人物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再來呢 也就是配合 今天你希望你的夥伴配合你所有的活動嗎 對不對 是的 那你首先你自己有沒有做到 你是配合你的領導人嗎 對 如果你今天這個也跟他說不 那個也跟他說不 跟你做一次 跟你做兩次 跟你做三次 你第三次都沒出來的時候 他再跟你做第四次 不會 不會嘛 那相對的 你沒有辦法配合你的領導人 你的夥伴覺得你也是這樣啊 所以我也不配合你 請問你的你紀律會出來嗎 不會 不會嘛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要成為立會公司裡面的一個人物的時候 我希望這些都是匯捐把伊豆日本料理餐廳結束之後 這四年當中我一個小小的心得給大家 那在這邊我們從早上到現在我們一直都在談林文峰 一家公司的領導人一家公司的思維非常非常重要 一個有成就的人他不只是說他在他的領域裡面是成就成功 一個成功他不是化為終止符嘛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需要的是說這個成功他能是一個方向而目標是我們的定位 成功是我們的定位 可是定位之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方向嘛對不對 認同嗎 認同 是嗎 因為有這個方向之後我們懂得這家公司他是有前程的 這家公司是有未來的展望嘛 所以一家公司的領導人非常重要 所以他的思維也很重要 然後他的思維裡面也很重視重視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還有經銷商 那他有一段話的節錄我希望各位三分鐘而已真的在睡覺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起來看看你的左邊看看你的右邊 如果他在睡覺的話搖起他一下好好聽總裁的這一句話 這一段小小三分鐘的話真的我相信對你們都是有很大非常大的一個幫助好不好 還沒還沒還沒說到總裁他去 我快速齁 欸剛剛我們一直講到我心目中我的心目中的人物 那我想要一個成就我必須要有方向 那我在定位裡面我希望我能成為這樣的人對不對 是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說我能做到像我們許飛馬一樣 他一直的付出一直的給予 那他的給予我們從近來到現在都在聽了 那時候我也不再多講 那他是2019年 2019年上飛馬的 那這個是我跟他照相的 那他是不是變年輕的 那我是不是也變年輕的 那在他上了飛馬的時候呢 各位都知道他負債6600萬嗎 他又把這個負債給扛下來 包括他自己的2000萬 然後他在這短短的四年當中 他把他的負債結束之後呢 扛起來之後呢 他又買了一個會館 無條件的給我們使用 各位去那邊喝咖啡要不要給10塊錢 有 各位在那邊飲飲要不要給3塊錢 有 夠不夠付出 夠 夠 這個就是他買的會館 然後他每天早上10點都在那邊上課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去學習 有 真的嗎 我都沒什麼看到呢 真的我希望各位真的學習是成功的捷徑 真的來這邊學習 你不需要付任何任何的費用 然而你可以在你這裡面快速的成功的捷徑 所以禮拜天早上的10點半 你要不要去上課 要 有聽到嗎 有嗎 好 那對 喂 那剛剛我們一直在講賓利嘛 這個就是他買的賓利 那有沒有看到38 有 有 有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就38是怎麼來的一個數字 他沒有任何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Michael Jones他打籃球 他是不是23號 對 有沒有特別 只是38號只是一個代表而已 那這台兵力酷不酷 酷 想去照相了等一下在外面 好 那我也想要學習像我們徐飛馬一樣 我希望我在台南快快的先買個會館 我不會先買車 雨甄有聽到嗎 我們雨甄一直希望我先去買車 他還帶我去看BMW 那我也希望說趕快去買車 可是我更希望說買個會館 欸 台南可以使用 那當然這個也就是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一個人物 也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生 也就是我的娘也是我的腿 他雖然小我八歲 可是我還是非常非常對他來講 他也是我心目中的人物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進到立委裡面 短短的13個月成為了FEMA之外 他把他賺到在FEMA裡面所得的收入 一半捐卸給了崇山基金會 那崇山基金會怎麼做 是我們公司每兩人就會有一個拍賣 那拍賣這個 我們今天所講的六大目標 六大目標 也就是公司這個徽章 那他有六個橫角 那這個橫角 一個橫角就代表一個目標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徽章 那他用26億的新幣 標得這個會長 26萬 26萬新幣 代表你們都沒有睡覺 我注意請問我的 買了這個徽章 然後當然真的非常非常善良的一個孩子 不是孩子 是個小五八歲的榮譽飛馬 那他不只在這裡面 他本身在還沒做立會以前 他就認養了二十幾個孤兒 真的非常棒 我真的以他為榮 好 這也是我心目中的人物 好 那當然 剛剛 我剛剛講的影片 好 拍拍你左右手 請他們起來看一下影片好不好 我希望影片之中的 這樣的一些話語 可以把它變成是你自己的話語 對我們都會長得賣事 好 還要在上面 好沒關係這個先看好了 好 在下面 好這個是我們總裁 他所講的 我剪錄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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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輯這個影片 下一個 下一個 有有 好 會 按下去就好 在直銷站的一個行業 有可能人家會覺得說 要管理一個 要管理一個 億萬的公司 要管理一些 在市場上很有經驗的一些領導人 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也不是任何一個 年輕人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會對VV這樣的一個決定 有所懷疑 不過老實說 VV在公司 從一開始 就是這樣 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就是我當時 還很年輕 就是大概十年前我才十八歲 十年後我二十二歲 如果你們了解VV的一個歷史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VV在新加坡 在馬來西亞 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一些上了年齡的一些 一些不外 他們的年齡甚至可以作為父親 事實上是如此 當時我三十出歲 他們有些六七十歲 一個年輕人 怎麼樣去帶一些 在市場上這麼多年的一些 很有經驗的一些會員 很有經驗的一些領導人 事實上是VV還是做到的 憑什麼做到 就憑當時 我逼他們努力 就憑當時我比他們認真 就憑當時我比他們付出 我可以付出任何代價 當時連家都沒有得回 包括到今天都是如此 當時在路上的時間可能是 在路上的要開車的那個 那個 那條路啊 每天可能都要開超過一千公里的車 每天 這樣的負出 這樣的負出 這樣的貢獻 每一場會議我第一個 每一場會議我來主持 每一場會議我來講課 每一場會議我來成交 製造出來的業績 功勞 都是他們的 這就是我認為一個領導人 必須要有的一些 基本的條件 並不是能力要特別強 並不是外表要特別好看 我覺得主要的還是 我們比任何一些人 任何一個組織領導人 還要容易 還要肯學習 還要好學 好 我給最後人物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大家 各位有沒有看到最後面 D.U.Y. TOKYO 這是四年前的影片 他在我們 在東京辦的聯修培訓班 剛剛各位有提到 他剛創業的時候 一千公里路都在跑 我昨天跑去羅東 我就覺得好有緣 然後去幫我的第三代 帶領一下 然後他的推薦人 我早上去 他的推薦 晚上又去 台灣三百多公里路 我們給亞林一個掌聲好不好 要當一個領導人 要當成為一個人物 我相信我們都必須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 可是你一直的做 一直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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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成功就是在你的眼前 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當我們的人生有很多不順遂 不順遂的當下 我們該怎麼去鼓勵我們自己 接下來這個影片 我相信會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發 好不好 好 這次的疫情 很多人都面臨危機 很多人都撐不住 在這種情況下 害怕是正常的 恐懼也是正常的 就算想哭也沒有關係 因為只要你還活著 這些都不是最後的結果 要相信 要相信 在你的面前的東西 都會是美好的 那麼美好的東西 將會逐漸發生 你現在所經歷的一切 都是為了你的未來做好準備 有可能你現在還看不到 但是你必須要相信 都知道 老天要給你大任務 本來就必須要先苦你的心智 勞你的辛苦 惡你的體肤 讓你失去 讓你不住 對我來說 真正的英雄 不是在光榮那一刻才戴上 它是在你最痛苦 承受大考驗的時候誕生的 有機會承受這樣的魔力 你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英雄 2022年 將會出現很多新的英雄 很多人的一生 會在今年內 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我希望你能有 好 很棒的影片對不對 這個影片也是我的學習對象之一 將費真口勸 他的PPTown 當我發現這個PPTown 非常非常的棒 他真的也是給予 沒有吝嗇的 就把PPTown 就這樣 傳過來好亡嗎 所以在這裡面 你們想要任何的資料 一個不吝嗇的 我們都會給予大家 棒不棒 很棒喔 好 那這邊 這個是我們前總經理 陳嘉惠總經理講的 每一個時刻都有往前衝 做一次真正的極端 才是成功的捷徑 就好像我們的 何嘉欣飛馬一樣 他也是給自己一個極端 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上 那慧君的分享到這邊 我還要再講一句日文 Thank you 我不是只會講日文而已 我的日文非常非常的nice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